好 只要戏演的好就算是配角照样吸睛 我们继续来看的是今年的金钟奖男女配角 可以看到的是很多是同剧演员来对决的局面 首先来看的就是像是花甲男孩转大人的江宜辰以及谢迎轩 只要一起角逐的是女配角的部分 而花甲男孩转大人的刘冠婷跟蔡震南也共同抢进男配角入围 当然还有翻墙的记忆当中的吴念轩陈恩峰 同样上演自家PK 你以为什么都是你以为 为什么你脑袋里面装就只有你自己 像花明他就是会跟我说你就真打 我就真的真打 而且我以前是排球队的 我就手劲 我是用上手发球的力道赏他的巴掌 我打完那瞬间我会觉得天啊 他一定有嗡一声 不怕巴掌甩真的只求情绪到位 能把观众通通带进戏里 江宜辰在花甲男孩转大人 与刘冠婷的吵架戏两分钟 已经到底 他喝醉酒之后 会打我 这段要挖出内心秘密的真情独白 江宜辰更是在拍摄前一个礼拜 就开始准备 我还半夜就自己就离开旅馆 然后就在外面就是一直走路 面对那个专场然后就很难过 然后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 就是有一点我在练习 可是我那时候也已经很投入我觉得 付出有代价 一举入围金钟奖女配角奖 但得面临同聚厮杀 演出槟榔西施的谢银轩也榜上有名 跪你跪着 我怕你借人不怕 谢银轩为戏苦练台语 杨晓离在台北歌手 同样花两个月勤学客语 严活压抑又坚毅的林雪荣 获知入围忍不住大哭 你又跟不坚毅掉手 他又跟不坚毅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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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对林雪荣这个角色 有做到有同理心 然后有投入 他破坏了我的婚姻 我才是受害者 你落神来 他就已经躺在地板上了 死了 笑死我了 发现老公外遇被宜杀夫 又是崩溃又是冷笑 谢佩恩在106的访客 情绪转折多变 已让观众看得佩服 清风无痕的潘依如 则首次从20岁演到60岁 你不太看了 角色压抑 讲话刻薄 跟潘依如本人个性天差地远 已让她自认是从影以来 最难的角色 不只女配角竞争激烈 男配角之战 不妨多让 第一天当老师还OK吧 你之前在便利商店 跟我们出来的事情 我没有看到一群高中生 我一直一直在行 高老师一路好走 不把老师当老师 在学校带头拾坏 五年宣载翻墙的记忆 饰演公子哥老K 大云就一直跟我说 我的眼神眼神 就是其实老K要传达的东西 从眼神里面出来 是很多很重要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 很多的反复的 有很多沟通 我是你男朋友 你跟面男嘉 到底当我当什么 到底当什么 我只要想到妮妮 她去做圆角 然后赚那些东西的时候 然后最后被这样对待 我就整个 那种情绪就会直接来 就很相信那个角色 全新投入角色 愤怒或悲伤都充满爆发力 吴联轩去年就以 侯一小女孩二 虎爷一角 入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首部电视剧也不负众望 入围金中奖男配角奖 相较吴联轩的外放 以同居角逐男配角的 陈恩峰 诠释表面上杀人不眨眼 骨子里重情重义的徐英杰 情感极为内敛 连眼皮都有戏 挑战就是 要 不怒而微 基本上台词也不多 话不多 表情也不多 我自己的个性不是那样的 我就是嘻嘻哈哈的 所以 那个气要hold住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我们都选错了道路 简单一句台词就到处后悔 无助的满满情绪 陈恩峰最后自禁更是毫无保留 硬身倒地 把肩膀都摔坏了 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说 也许可以垫个毛巾在里面 摔下去那一上拉是有一点 原来这么痛 只是翻墙的记忆不仅要自家PK 还要迎战花甲南海转大人 也是双双入围 天外都会 你在的世界 吹到你 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我要抓那个 台湾国语 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得说一口台湾国语 上戏前还要用特殊颜料 画上满嘴烂牙 刘冠婷把浪子台课花名演得活灵活现 我一直在失败的老婆 你敢说 过去常演大哥角色的蔡震南 难得演出色星窝囊的爸爸 反差形象同样诚实的思思入寇 还有人称剧场鬼才的陈家葵 在台北歌手 挑战文学家色彩组的四个角色 精湛演出也是来势汹汹 他出来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要是你处 有意思 摊开男女配奖名单 演员们都勇于超越 更补自我 这次金钟奖当中相当受到 瞩目的一出戏剧花甲男海转大人当中 我们来看看的是有不少强戏的配角 其中一对组合就是饰演花甲爸爸的蔡震南 擅长演各种爸爸角色的他 其实去年就拿下了迷你剧集的最佳男主角 今年再次以最佳男配角入围 而另外一位是被称为剧场女王的谢银轩 近期则是在许多电视剧当中活药 这次也分别入围了女配角跟女主角 花甲男孩转蛋当中霸气美艳的 冰狼西施Stacey抢到不少目光 三十八岁的谢银轩已经从事剧场表演 长达十三年被称为剧场女王 舞台剧底子扎实 演过各种角色的他 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活跃于电视剧 是你让我还愿意去相信人 麻醉风暴里饰演黄建伟的国中同学 一场和解戏让观众感受到 两位演员的真本事 而他也能演出睿智无比的女强人 赚那么一点钱忙得跟狗一样 家里没有顾好小孩没有交好 就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不称职 怎么样都可以行 牺牲未必是一种成全 尽管都是配角 但是短短亮相时间就能抓住观众目光 为了演出花甲当中的Stacey 她下足苦心练台语 练书愧靠才能演好一个槟榔西施 什么阿姨 叫姐姐 苏兰姐 什么苏兰姐 Stacey姐姐 我没有办法临时背 尤其台语其实我是中部小孩 其实我懂台语 可是问题是我已经二十几年 没有讲台语 好好讲台语 所以我的发音或什么 已经慢慢的退化了 好演技藏不住 2018年谢盈轩开始展露光芒 这是我第一个女主角的电影 主演电影《谁先爱上她的》当中的落魄主妇角色 谢盈轩拿下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金钟奖则是双料入围 花甲男孩转大人 问鼎戏剧类女配角 钱庄听来的是入围迷你剧集 最佳女主角 在花甲男孩当中 谢盈轩饰演花甲霸 大蔡振男的红粉之际 两个人并出精彩火花 尤其蔡振男是出了名的不爱死毒剧本 就找我到旁边然后聊了一些事情 他也跟男哥聊了一下 他一直不断的用他导演的方式 帮我把角色推到那里 从你出来之后我带你家族了 吃热吃冷不完蛋 过年过年 最后一段戏是即兴出来的 就是他告诉男哥说他要做什么 那个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你丟掉了 你带晒了你带晒了你带晒了 你丟掉了 蔡振男同样以花甲入围金钟奖 最佳男配角 其实去年的他已经拿下一座金钟奖 蔡振男 我想要做 我要做的事情 不然我又拖下去了 我没有拼到 你也想拼到 蔡振男饰演罹患糖尿病的爸爸 老婆离家出走 个性大男人却又不得不屈服于身体的病痛 演过不少爸爸角色的蔡振男 很有心得 这段三分半周一进到底的对戏 当初还是蔡振男抢先在自己脸书上po出造成讨论度 之后也造就了花甲的高收视率 当时我要做这些人去吃蜘蛛了 你自己也做老婆去吧 你不要我跟你打死 你不要我跟你打死了 不按牌里出牌 蔡振男的人生同样也没照计划走 刚入汉时的他其实是个词曲创作人 陆续捧红了沈文成蔡秋凤 许多会计人口的台语歌都是他写出来的 直到遇见侯少贤 他写电影歌曲也嘎了角色 开始接触演戏 之后又接演吴念珍指导的豆嗓 当时的他正值人生低谷 但演完之后他凭借豆嗓 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并拿下电影歌曲奖作 1997年和1998年 更连续两年拿下金曲奖 最佳方言男歌手奖 蔡振男是演艺圈少数的三金大满贯艺人 从唱歌到演戏 用真性情不命演出 人生的剧本没有射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